郭靖战死襄阳 杨国为何袖手皇冠 锦庸将郭靖一家名字合起来念 郭靖是许多读者都喜爱的一个角色 他正直善良 勤奋爱国 在锦庸笔下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至高美誉 郭靖还是射雕三部曲的灵魂人物 他不仅是射雕时代的男一号 还是神雕时代的精神灵秀 即便到了百年之后的一天时代 郭靖郭大侠的名号依旧让群雄们如雷贯耳 不过 金庸却将郭靖打造成一位悲剧英雄 在射雕三部曲的完结篇《一天屠龙记》里 读者们惊恶地看到了郭靖战死襄阳城的恶号 原文学道 襄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鲁同时遜难 吴隆刀不知下落 郭祖是当时身在西川 待赶去想相救父母亲人 去以为时不及 原来 在杨国退隐之后的第十三年 蒙古的忽必烈率领十万大军卷土重来 密密麻麻的蒙古兵马 将襄阳城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郭靖 黄荣最终寡不敌众 带着郭普鲁一起战死沙场 秦庸为何要将郭靖写死 出读以天屠龙记的时候 是不是会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长大之后才知道 秦庸的著作大多沿用了真实的历史 为了让书中的剧情逐渐朝历史事件靠拢 秦庸就借着襄阳城被忽必烈踏平的历史顺势而为 打造了一个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郭靖 不过 杨国和郭靖同为武爵 他的武功修为智慧才干似乎并不在郭靖之下 为何直到郭靖战死相扬 杨国依旧销声匿迹 给人一种袖手旁观之感 杨国在二十岁的时候遭遇诸度变故 他和只爱小龙女故死而别 自己的一条胳膊还被刁蛮任性的郭夫斩落 不过 断臂后的杨国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情缘 他跟着刁兄走进独孤求败的剑中 一边扶持舍胆 一边扇红练剑 在杨国的努力下 他练成了一门灵力至极的玄铁剑法 在杨国三十六岁的那一年 他又及百家之长 以黯然神伤为意境 自创了一门不注重招式的刚猛掌法 黯然销魂掌 在绝情谷谷底找到小龙女之后 杨国马不停蹄地奔赴战场 他先用黯然销魂掌击败金轮法王救出被挟持的郭襄 后又甩出三立飞时击毙了大汉蒙哥 蒙哥一死 蒙古大军历史大乱 在郭襄的冲杀之下 蒙古十万大军一溃千里 从此元气大伤 令人费解的是 十三年之后的襄阳城大战 为何看不到杨国的身影 倘若杨国出现 他能否击败忽必烈 从而改变历史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但只要金庸愿意 杨国的出现或许能改变郭襄战死的结局 眼见蒙古兵马来势汹汹 而襄阳城又大势已去 在杨国的苦劝之下 郭敬依旧秉持 承载人在的信念 不愿跟着杨国弃城而走 杨国向来狡辖聪慧 他可以趁郭敬不被点了他的穴位 最后带着黄龙 郭破炉等人一起逃出襄阳城 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然而金庸显然没有采取这种剧情设定 其实 金庸之所以让杨国凭空消失 自有他的言外之意 首先 金庸曾在《以天屠龙记》里的后记里写道 既然他的个性已写成了这样子 一切发展全得凭他的性格而定 作者也无法干预了 原来张无忌的性格拖泥带水 优柔寡断 金庸写着 写着只能顺其自然 被张无忌的性格牵着鼻子走 郭敬也一样 以他为国为民的性格来看 郭敬绝不会弃城而走 金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随后的剧情发展只能凭郭敬的性格而定了 既然郭敬之死不可避免 金庸自然不会再让杨国小龙女参与到第三次襄阳城大战 毕竟金庸已经痛失了郭敬 黄荣两位主角 如让杨国小龙女也跟着一起命丧襄阳城 恐怕读者会不答应了 其次 杨国之所以在金庸的安排下做了一个旁观者 和郭敬一家的名字有关 郭敬 黄荣 郭破鲁 郭府 郭乡 这些人民看似杂乱无章 却可以统称为郭敬一家 也就是郭家 郭家和国家统一 安置战火纷飞 穷途末路的南宋 襄阳城破之时 南宋皇帝是宋祖宗赵琪 那时北方蒙古帝国的军队大举南下 国难当头之际 赵琪却把大权交给七军勿国的贾思道支障 最终让蒙古人踏平襄阳城攻入了中原 在襄阳城破地第二年 赵琪因为酒色过渡 年仅35岁的他死于临安宫中的赴宁殿 郭敬为了保家卫国 在襄阳城栗战而死 而南宋皇帝赵琪却因为纵欲过渡而死 对于这么一个昏庸荒淫的国家 杨过自然无法挺身而出 将国家救赎于水深火热之中 因此直到以天涂龙即落下剧中的帷幕 金庸也没有让杨过和小龙女出现 毕竟与其让杨龙二人白白牺牲 倒不如让这一对保长苦难的恋人 避开蒙古人的锋芒 从此归隐山林无忧无虑地过完余生